哦 我这边start先咯 就coronet打dj这个这个对决其实本身之前在scream的时候coronet是有perfect过对手了 他在练习赛的时候对你有看到有看过很难过 对对说其实虽然对手的段位其实是高他很多 然后对手这个对决很漂亮就是用绿冲直接过掉他的那个 抓了过后你看到对手的 这个角落的压制 他是没有停的然后他这里是完全毒到就是你要用驾招 ok 我空住不打你我给你驾招空了我才打死你 他才是他没喊他出错什么招 我也不懂ok 然后这边你呃我reverse回去前面一段然后可以看这个是真的很精髓的部分是在这里 ok 你看他把他打进墙角了还用绿冲压他 ok 他倒地第二次了 然后coronet起来他有个惯性他会用这个驾招 这个驾招的状态下对手如果打你的话那个攻击会被无效然后你会有两粒魔法球去追住对面打 哦 然后对面 等他这个招完了才打他 完全被对撤了这个叫完全被对撤了 对手应该研究他的惯性 因为两边都有跟着pro player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基本攻就就出来了然后对方压起身也很准 然后一样绿冲追OK他这边这个驾招其实很漂亮 可是后面他有点弹了他想要去设置那个陷阱在人压身后 然后就被对手用绿冲冲进去了 然后对手这边因为他在墙角嘛 说他用这个drive impact的话如果打到墙他也会破防 然后对手该你看到吗又在等他的驾招 还好他没有驾他没有驾 so coroner 其实有有注意到 对方毒他这一点了说他其实该那个他没有驾招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很漂亮然后双方的那个 博弈是有在的 所以这是先锋战的就是他们是应该是他们队伍里面最弱的人 可是这个博弈是成立的就是 我赌你驾招你我知道你会赌我驾招所以我不我不驾招然后两个人不做东西站在那边 哈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战啊对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对面就没有站到那个 呃 骗驾招的那个优势了过后其实你就看到对对方其实就 被牵制到死了 压不死了 不过他还是没有破到对手的那个惯性的那个冲锋 额对 对他的绿冲没有抓 所以其实这边coronair可以增加多一点轻手轻脚这样子去接对方的绿冲因为对方绿冲次数真的太多了 啊对方这个神龙空了我没有没有bunish就我讲的没有缺反 这其实是可以打对方一个大概三千两到三千的大伤害了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败比打败一招了 嗯然后你看他就就慌了他开始慌了一直往后跳就你在角落你还往后跳是 没有意义的 我也看得出他很紧张 他太紧张了他一直很慌他一直一直想要往后跳 不过可能一方面是他看对手一直冲过来他就很怕一直往后跳 这个是他的队长在跟他讲对方一直用绿冲 所以你可以不定期的用垂直跳就是向上跳 不要向后跳 因为如果对方绿冲过来的时候你向上跳他会空掉 你下来你就可以打他一套大连段 然后这段就是对方会一直觉得你在角落的时候会用那个驾招 所以如果对方现在开始这样觉得的话因为他不会压你嘛 所以你就要趁这个时候 前跳快点从角落里面逃出去 可是看他的关系好像一怕了就一直往后跳了 没有就是这个他的那个 队长的那个 健言啊现在是 对就是他健言都没有错 我控制一下前距离 然后 我做了一件事就行 谢谢 我再次去 这应该是拿拿一伤啦 他是讲就你只要把平时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的话你应该就可以赢了 我可以看他出他临场也是 声音都有点抖的感觉 是 就认识他这样久啊声音少这样多啊 哈哈哈我把那个他的比赛的声音关小我怕了要吃版权爆 过他的那个 队长他们当然那些职业玩家他们看的更透彻啊因为 都那他该讲到那一瞬间我就没有想到就是应该要向前跳吧从角落里面跑出来 嗯就你看到吗他们该其实有那个我跟你讲的就是 双方其实有在博弈 对对对 对我 antis 反应不了 涂量这个是他对他这个攻击出去了对面其实就 就趁心趁薛乐路 说对方现在聪明了你ąż인iyoso你车你 Оп Colorado 你会再加找我抓啊 所以这个缺乏不到就是打不到他一个大伤害了 你看这个对方冲过来他垂直跳 打一个大伤害 该那段应该有2000多伤害 因为中角起手还是很痛啊 不过这场好过像第一局那样压次啊 可是他在 板中你注意到他还是很喜欢我猴跳 他很想拉开去 JP的站中角真的很强 所以很多人会真的是给他这招踢死掉 啊哎呀这个有点可惜了因为punished counter应该是可以打一个 看得出你看他一打了过后他就往后 驾招了过后这两粒魔法球去追对面了过后其实他应该趁这个时间用那个 呃 转移去到对面后面就跑出这个角落的可是他 很习惯性的就用了那个 你看他没有跑他没有跑他还在角落就这个你他一直都在角落 我感觉他被棄手的气势压制住了吧 他他他只要想着我距离较远我就可以进行这个循环去 消耗对面可是当这个他平时打 赢的对手金的对打面赢跟同的对手是没有问题因为对手怎样的东西是金分段的 其实压力是有的啊不过这次是对手有点倒霉因为没有气了 所以对手逼着没有办法绿冲过来啊因为对手其实前面绿冲很凶 所以他很容易把自己耗到没有气 啊 踩着去了吗 完美了 完美了 对对对就是很完整的 对 也做到对空 所以这个前一场的奏بي祖宋帝能专层施了 对有讲到大家现在已经 确定驾招成功 对手远离你的时候你就要快点从角落跑出去 对哲不许的话 Ó 拿开去吧 不妈咋就来嘛 不妈咋就来啦 想购我的了 只要发挥得出平时的实际还可以 嗯对话说平时看他打Screen 的时候之前 看他抓人还很厉害一下这边就反而 反而是给对手抓 应该讲没有他Screen 的时候的那个 平常的实际出来 我觉得有点可惜,真的有点可惜 他最后一等不要晃,他顺顺打应该是ok 其实明显看得出对方1米5那个斗气咬过后就不会打了,因为对方就是完全靠斗气,前面就是一直刺他一直刺他 然后其实对方1米5斗气他就不会玩了了 然后再加上对方用的是Modern操作,他的攻击力是会比平时classic低一个 20%的 哦 可是相对他的combo会比较容易中啊这个反应漂亮 哦这个是反应,这个0.4秒的反应时间而已 漂亮,然后combo也非常的完美,然后设置这边了过后,其实他应该要出那个地上的针,出不来 他按了那个地上的针,出不来 可能啊这个招就错了,这个对空 开到这样远去就 我对面没有气了,对面没有气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用drive impact冲出来了,驾刀也可以 那他这里不应该,他这里不应该跑,他这里不应该跑,sorry啊 我是觉得他应该接下去攻击才对吧 呃,他这里的话哦,你看 呃,哎呀死了 OK,你看啊,这边对面已经没有气了,对面在角落头 而且还在防守,还在防守状态 如果我在这里,他用他的斗气做该那个drive impact 因为对方没有气,如果对方被那个drive impact打到,对方就会直接晕掉了 嗯 然后,我讲真的,至少在白金之前,我不觉得他们可以反应的过来,在这个时候拗你死了啦 所以我觉得 他浪费到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因为如果那边打晕对面,基本上差不多等于赢了 我是觉得他也是可以趁机把对手压制强角 我觉得他没有压制人家强角的习惯 他没有压制人家强角的习惯,因为他赢的方式,他赢的方程是在天梯也好,就是训练赛也好,都是这种 远距离的这种呃,换血,然后呃,这种牵制 所以他不习惯打 近战,你看得出他很不喜欢打近战,因为对手因为是 可是也是问题,他是classic,所以他的 那个 操作上是会有机会失误的,你看对手就该用那招就是打他去墙角,然后 他就破防了嘛,对不对啊,这边其实啊,也有点浪费 嗯浪费了,其实因为对手已经可以被磨血磨死了,所以刚才其实只要继续用 拨一段,就是一直用那种技术比较高的招式磨死,对面就会,啊对就是 哎,漂亮,这个针向来就漂亮,因为这个是用气的针 这个气的针会比较高,对面跳不过 他的气是刚刚好就剩那么一点点,刚好给他用那个针,你有注意到哦 他的驾招很美,啊这个不错,也是一样,就没有往前追 他就很满足于这种很远的距离,想要用这招一直耗死对面 感觉他就是要回去那个 save spot的感觉 他的comfort zone,他的comfort zone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对面是用morden操作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他的combo是不会miss的 所以你一定他打到你,他就一定会请你吃一套 可是你打到他,你可能按不出一套,OK这个漂亮,这个垂直 对侧对面的drive impact 哇,他的combo也漂亮 啊这个,可是你看到那个伤害高很多,你有注意到吗 他能秀他能秀,因为他这个是他 呃 classic的好处,可是这个对空没有对到有点伤 呃,对方的距离太远,有点combo按不出来 I mean,combo的选择上有问题,然后他比较对方找有队气 他这边其实应该可以开始用drive impact压对手了,因为对方现在是没有斗气,没有 呃那个gauge,没有gauge,所以他现在对手guide其实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他guide其实应该就要压对手,他没有压 没有错 他还是就一直想要躲回他的那个combo 可是到差不多都没有地方躲 哈哈哈 不是因为他他已经在角落了,是没有错,可是因为对对手没有气,其实是你应该要出击的时候他没有出击 我是觉得真的很浪费,然后 这边他每次做这个 设置陷阱的时候,他在练习赛其实是把陷阱用的很好的,可是 正式的时候其实你看他陷阱没有什么用的啊,这个对空漂亮,然后这边一样垂直啊,没有用到中角过好就不会combo了 他应该要学习怎么进攻呢,如果下次的话 净身战能打,JP的净身战很难 至少 嗯 至少好像比如讲对手 像你讲的 可以被压的时候 你至少要有一套对侧之类的 对他其实应该要去磨血了的,因为血差很多 你而且而且你打的不是别人,你打的是DJ,DJ是有很快的飞行道具的,在这一代里面他的 飞行道具是很优势的,你看他在后面又往上跳,这个是一个自杀行为,因为 你跳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顶的,所以你就 对面看到你往后跳,你在角落,你的后跳跟直跳是没有差别的 然后生龙就直接把你抓下来了 他生龙就直接把你抓下来了 他真的输得很冤枉啦,我觉得到对方没有斗气的那一关,我还压的话应该是赢了 对他其实有两场基本上是可以反压回去的 是,我们看下一场 嗯哼 嗯哼 感谢观看